2023年中国女排在主教练蔡斌的带领之下 继续朝着奥运门票和押运会两大重心任务进行周密集训 不过去年在中国女排国家队大红大紫的金叶 陈佩妍、王维一和王毅竹一直没有在乎征兆 特别是北京队的金叶曾是试联赛首发主力主攻 还出国打过印尼联赛 从印尼回国之后再无消息 恐怕已经被29岁的辽宁主攻段放取而代之 2022年蔡斌二次出山出任中国女排国家队主教练 蔡家军新鲜出炉 只不过个别队员和部分阵容的使用却饱受质疑 27岁的金叶首当其冲 他在试联赛分战赛多次首发出战 与林林共守主攻线 金叶在一传环节很难顶住对手的追发 进攻技术也缺乏绝对的实力 他的进攻节奏偏慢 也不具备超强的实力 更不适应国家队现今的提速打法 试锦赛金叶就彻底认为替补主攻 结束了排抄联赛之后 金叶还去印尼的雅加达国家情报局俱乐部 打过一段时间的印尼联赛 整个过程高开递走 没有打出成绩还被退货 今年的国家队集训名单中 自然不会有金叶的名字 不过蔡斌在各个位置 还是崇尚有经验的大队员镇守 今年29岁的断放重回国家队 取代金叶之位的概率较大 断放的甚高略逊金叶 但是二人的技术特点比较相似 进攻出手果敢 遗传皆有起伏 缺乏有效的得分手段 不过断放上一次 亮相国家队比赛还是五年前 希望断放经过这段时间的 国家队大运动量集训 能够改善短板 去年王云露集训之初 还和今夜半斤八两的技术水平 经过失联赛前 和世锦赛前的两次集训 迅速提升了攻防两端的技术水平 王云露就是断放的榜样之一 另外一位去年的国家队主力王卫一 也没有再进国家队 他也是世锦赛 前王孟杰未归队时的主力自由人 王卫一也算是队中的大队员 与王孟杰相比 还是在一传和防守两个环节略显粗糙 今年尼北版和徐佳南重点考察 主力仍是王孟杰压阵的情况下 这个位置王卫一在进国家队的几率渺茫 两位备受期待的年轻 边攻王云竹和陈佩妍 去年也是有幸进入了国家队 来自天津的王云竹 去年以第四主攻的身份 参加了失联赛和世锦赛 龚翔宇受伤之后 王云竹还作为首发 进行亮相世锦赛 只是难以撑起攻防两端的众人 陈佩妍尽管在去年 乌援首发进行支位 但是从2017年世青赛夺冠之后 一直备受期待 在印尼联赛大杀四方 唯一的短板就是伤病不断 严重影响了他的跨越式进步 今年断梦可的入队 一旦不能符合国家队的需要 或许陈佩妍更有重返国家队的希望 无论任何队员 想要在国家队站稳脚跟 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 和更强的技术 否则即便试进了国家队 也是昙花一现 今年国家队的断梦可 仲慧 王亦凡等编辑 成为了备受期待的年轻选手 至于主教练蔡斌的佣人 经常有意外之举 总不按常理出牌 拭目以待是联赛中国女排的阵容 和去年相比是否有变